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最近經常說北上消費,又說港車,澳車北上。 總之上大陸洗錢,就說性價比高,買東西便宜靚正。 不過,買東西便宜靚正這一點,可能大家要小心點, 因為你不知吃下肚的東西會是甚麼。 現在其實很多東西都可能是預製菜來的, 是否你吃了下肚你自己都不知。 還有,有些品質未必有想像中那麼好。 不過,不說那麼多廢話。 看到一個新聞,標題大大隻字寫著, 叫你把握機遇反攻深圳, 就說有些香港商家不想開舖創業。 嘩!一看到這個標題,嘩!即時打了個冷陣, 反攻深圳。 行不行呀?怎樣反攻呀? 你拿著錢去消費,又算不算反攻呀? 你現在是拿錢進去投資。 喂!開舖,有機會嗨東西的。 不是個個都可以像河馬一樣, 一百萬變一萬億的嘛。 這個報導其實就來自香港01, 專訪了兩個業界人士, 就說同大家諷釋這個北上創業的趨勢, 就說他的成功之道。 看看他們說什麼, 看看怎樣成功發, 之後我自己都會補充資料。 根據這個報導所講, 近年有不少內地的餐飲來香港插旗, 雖然有不少大陸餐飲連鎖店都在香港開, 但其實就不像大家想像中那樣。 有一些就過來開, 但是又開大個數, 開大個數之後, 那些錢就走資了。 還有一些真的想過來做生意, 但是在香港開完做落後發現哪些事? 嘩!我香港這間店都不夠 我在深圳那間店賺得多, 成本更高, 幫那些業主白打工, 有不少大陸連鎖店, 其實在香港那裏開了半年, 開幾個月, 就趕快收檔, 不玩,回大陸做, 你這成本更高。 還有些店鋪或連鎖店, 其實就拿香港用來做這個試金石, 就是想試一試自己在所謂的海外市場有沒有一個叫做力。 當然, 香港OK的, 你拿來做試金石。 但是, 如果你在深圳有店鋪, 而香港你又開一間, 可能你會出事。 有一個港商, 反其道而行, 北上開食店, 在內地營商近20年, 做過服裝配飾和食品生意的商人劉先生, 只需大約50萬至100萬人民幣, 能夠在大陸開店, 門檻比香港得而且更容易請人。 他現在說到, 你大陸開都以50-100萬, 何馬就說拿100萬在香港做飲食, 即是說其實他兩人都不太資格。 以餐飲業的角度來看, 他說不想創業成功機率比較高, 雖然創業所需的資金不多, 但陷阱同樣不少。 他說有意去到內地創業人士, 首先需要屬行, 由供應鏈到實際運作都要有一定的了解。 如果不屬內地法規, 就記得找可靠的經紀代為申請牌照, 註冊商標, 其次選委不要貪便, 要找一些人流旺、 多港人出沒的商場提高勝算。 如果是在商場開的話, 不容易, 商場有入場費, 甚至商場旺丁不旺財, 其實大陸的店舖很欺負人租, 即是你如果不在那裏深度少少去了解, 是肯定會欺負的, 是欺負的也欺負的頗命, 因為你想下, 你去大陸那裏開店, 根本你不熟的地方, 你香港也未必做得到, 當然香港的問題, 租金人工高, 但你去到大陸, 是好容易陷入一個陷阱, 就是錢小了, 你當那些錢, 好似流水那樣用法, 是好容易會欺負的。 不過, 現在大陸, 都有一個消費降級的情況出現, 現在來說, 你賺的錢, 其實比以前少了, 你要懂得薄利多銷, 還要包裝。 這個報導講到, 跟香港一樣, 內地年輕人喜歡貪新鮮, 而且喜歡利用社交媒體打卡, 這裏, 亦都可以展開和大家講少少, 其實大陸, 由疫情開始, 已經有很多所謂的網紅店了, 這類網紅店, 其實, 以我自己觀察來說, 他們的生命周期其實好短, 大概年幾左右就收皮了, 而且, 你要繼續做下去的話, 你是要將規模不斷擴大, 但你不斷擴大的話, 是會有不少問題存在的, 即你睇到這些網紅店成功, 其實只是一些所謂的小例子, 亦都有很多網紅店, 是開完年幾, 那個熱潮過了之後, 直接拜拜, 所以這一點, 對於上去大陸那裏做生意的各位來講, 要小心注意和分析清楚, 根據這個報導所講, 劉先生就說, 如果利用網路平台宣傳, 可以在短時間內吸收到一大班顧客, 就算自己一知半解, 亦都可以去內地, 找這些推廣公司代勞, 總之宣傳費方面不能夠省, 不過, 火紅的商品, 會成行成市, 亦都沒有任何一間可以叫正宗, 譬如珍珠奶茶、椰子雞、 同行競爭好激烈。 香港另一個報導, 第二個受訪者, 就是一間香港資金餅店店店舖經理, 提到, 在大陸, 同質化的競爭非常之強勁, 如果想要特為, 要靠質量取勝, 譬如, 你賣剩的品品即日丟, 去確保新鮮。 另外, 店舖是故意請了兩個二十幾年之歷的控陪師傅, 去調配食物配方, 和要採用新鮮的純動物奶油確保口感。 他又提到, 對食店來說, 食安問題就好緊要, 他們就要拿相關的食品衛生許可證, 去確保食物安全, 還說要培訓員工, 總之, 講來講去, 就是做好品質的監控。 上面這些就是報道所講的內容, 其實我都是一句說話, 去大陸做生意, 沒錯, 好似是本金少了, 但是本金少了, 亦都有一定的競爭在這裏, 就不要以為一開就好容易賺錢, 有時候洗濕了頭, 是好難翻轉頭的, 始終這一個這樣的市場, 不是大家所熟知的市場來的。 你如果要在大陸做生意, 譬如在某一個城, 某一個省做生意的話, 你一定在那裏生活一下, 你不能夠去兩次旅行, 就當自己好熟那個地方, 因為你去旅行, 看到的地段, 和你真真正正做生意的地段, 是兩回事來的。 你同時亦都要了解當地人的收入水平是幾多, 我在這裏開店頭, 到底我預計一個月要做多少生意呢? 和止蝕的點是幾多呢? 我最盡是賺到多少生意呢? 和還有這門生意, 這個店舖, 那我要幾時回本呢? 這些全部都是你要計的。 好似這個報道這樣說, 他雖然受訪那兩個人好似好看好, 但是有好多好細節的東西, 是沒有跟你講清楚的。 如果你看完這些報道, 或者聽完人家說, 好好景好好市, 然後你一個頭翁過去, 基本上你輸的機率是好高的。 而且大陸有一樣東西, 你可能那個地方好旺, 但是不知為何你那個行業入到去之後, 你是沒有任何的生意的。 所以在這裏, 其實都是出條這樣的影片, 叫大家小心點, 上大陸做生意又不是說玩的。 而且大陸還有一樣東西, 就是個稅的問題。 他計稅的方法, 和我們港澳地區又不一樣。 就算你說做食都好, 入到商場, 那個所謂的, 入場費都不會低得去哪裏。 好啦,那今集呢,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,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